前有杨米撩扁娱乐圈鲜肉 后有奥奥娜娜逢人喊爸爸 因为互动没分寸被喷的女明星不在少说 那么这些女明星算不算耍流氓呢 这里是下谈鱼子江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下那些试了分寸的明星吧 近东曾和高露一起登上天天向上舞台 两人合作过电视剧外科风云 还同是中期校友 可谓是渊源颇神 但我是卧底游戏环节中 家主持人和其他嘉宾都在积极讨论退离卧底的时候 高露的表现却十分出乎观众意料 当近东拿到自己的提示词后 只见高露整个人都向近东凑去 后来甚至抱着近东的手臂 将大半个身子靠在对方身上 对于这样亲密撒娇的姿势 近东也没有回避或者反抗 乍一看两人似乎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但事实上近东是一位已婚多年的艺人 他的妻子李嘉也是圈的女演员 而高露也已经是一位生下二胎的妈妈 放眼望去除了这两人 在场所有人都保持着安全睡觉距离 因此网友纷纷提出质疑 已婚人是没理由这样亲密 不过也有粉丝表示 两个人是兄妹 亲近一点也正常 张雪莹本是新生代四小花旦之一 年仅是四四的她 就凭借狗十三中的精彩表现 赢得众多观众认可 但出道十四年后 她却因一碗胡辣汤近视人心 2018年8月11日 杨自秒删了一条物是人非的微博 许多网友便猜测 她与秦俊杰赶进身边 忽然12日下午 两人的工作室就宣布了分手 后来秦俊杰与张雪莹 在泡沫之下剧组的花絮 就被吃瓜群众扒了出来 视频中 两人因为不想过多消耗道具 所以都表示 拿个勺子我们吃一碗就行 但中途又被导演叫回去拍摄 回来之后 秦俊杰随手拿起一个勺子 当张雪莹问拿个勺子是我的 秦俊杰则表示不管了 视频曝光后 网友纷纷指责张雪莹和秦俊杰 没有界限感 随后两人更多的花絮也被扒了出来 其中最惹争议的两个视频 一是张雪莹让秦俊杰帮她擦脚 二是张雪莹展示秦俊杰脸上留下的唇音 事已至此 虽然杨子出面澄清过私人感情问题与雪莹无关 但网络上对于张雪莹的风品已经一落先章 无独有偶 念吃东西引起争议的 还有佟丽娅和雷佳音 在2013年起 两人曾多次出演情侣或者夫妻 因此关系颇为亲近 他们同框出现时 往往伴随着打闹场面 佟丽娅还调侃过 自己的腰围比雷佳音的头围都要小 但合作超时空同居时 他们却因用同一根吸管和可乐引起了争议 毕竟两人当时都是已婚身份 但后来两位当事人均为正面回应过此事 这等花边讨论也最终不了了之 陈一涵曾因为发了一张拥抱 贾经文老公和女儿的照片引起争议 过于亲密的动作导致了照片中 满满的一下三口即视感 所以许多网友对这一拍照姿势表示不解 张军宁参加向往的生活时 曾因为和老朋友黄磊的互动引发争议 那时黄磊在出房为他做三杯鸡 而他开心地将头靠到黄磊肩膀上撒娇 后面的游戏环节中 黄磊因不想他太过沉迷 想把他拉开 结果等黄磊的手搭在他肩膀上时 张军宁第一反应是顺手反抓住了他的手 不过节目播出后 部分网友觉得张军宁有点出格 也有部分观众认为 此类互动尚在正常范围之内 李小璐自从做头发事件之后 就已经遭到了娱乐圈封杀 而他除了那次出轨 还曾在2016年雨孙之前传出绯闻 拍《我们的少年时代》时 薛之谦被郭敬明爆料 主动要求加亲热戏分 要让我加他跟李小璐的亲热戏被我拒绝 我哪里有 每一集都想加 然后每一集坚决地反对 而李小璐在采访时来起感情戏 大方地对记者说 超投入啊超投入的 投入得不得了 抽入到棒 再加上两人在其他话题中互动不断 不仅互相调侃 李小璐还说自己是 唯一一个被他欺负的 甚至还自然地伸出手投为薛之谦 此外用雷神之锤 自毁些日线人设的李宇童 也曾发微博知识两人之间的绯闻 你和李小璐的事情 非得被爆出来才甘心吗 不管李宇童所言是否为真 早在2012年 就已经与佳南亮结婚的李小璐 在剧组的表现 确实超过了同事互动的界限 薛之谦亦然 杨幂可谓是撩变了半个娱乐圈的女人 她不仅曾花一块钱为关锅 征服异性最管用的招式技巧 这样的问题 还曾被撩妹大师软禁天爆料过 杨幂教了我很多 她还蛮会撩的 早在拍摄《古兴奇谈》时 杨幂就很自然地挽着李宇童的手看剧本 未来再次合作碰然心动时 光是因为互动过于轻易 引发了婚变传闻 到了亲爱的翻译官里 她同样与黄炫机密无间 在黄炫玩手机时 她忍不住导弹 拍摄紧气时 她将自己的手放在黄炫口袋里取暖 被音场写后 男人还顺势抱在一起 除了音细情情 综艺上的她也少了一丝分寸感 明日之子中 先是突然玩起华晨宇的衣服袋子 后来又十分专注地摆弄华晨宇的辫子 连玩手靠近这些举动 她也丝毫不避讳 另一个综艺《密师大逃脱》 还被称为教科书师聊汉现场 此外杨幂还曾因与郭德纲脸贴脸 以及笑导在曾志伟肩膀上的睡现 引起网友热议 与杨幂一样受到撩汗质疑的还有许晴 当年快本上许晴对张汉的独密眼神 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是这样形容的 感觉许晴下一秒就要忍不住吃了张汉 除了张汉还有华晨宇 参加清清笑时 对于闹得沸沸扬扬的姐弟恋话题 许晴直接说 我们两个很相爱 我们会终生都会很相爱 虽然她随后解释道 不是大家概念上的恋爱 但灵魂伴侣这样的话也是足够令人费解 某次和洋扬合照 也要摆出超过安全距离的姿势 因此后来和彭云燕合作 邪不压正时称彭云燕为老公 网友也已经表示尽快不怪了 在王一博还没有走红前 曾作为嘉宾参加一路上咬你 节目里 有一个环节需要李香惹自己的丈夫王一伦生气 于是他便选择和王一博跳了一段热舞 刚开始两人还是信业的互聊状态 可是当李香凑进到快要亲上王一博时 他害羞把头转过去了 调戏王一博失败的李香也忍不住笑起来 虽然是游戏环节 但李香似乎没有把握好尺度 周杰雄在《害时游》里的表现 当真是动手动脚 对于比自己小的弟弟胡仙虚 不仅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突然用手轻拍了一下他的脸 弄到胡仙虚一脸尴尬 而时不时笑倒在胡仙虚身上 甚至是怀里 最受争议的 则是几人一起为狗狗洗澡的时候 周杰雄穿着超短裤坐在浴缸上 表示要泡脚 和他却在城里农调侃了一去之后 爬起浴缸里 湿漉漉的脚踹了一下他 除了不应该踹人 周杰雄的动作也十分不雅 毕竟这时的他只穿着超短裤 而家场全是男生 类似的 吴轩仪曾经也因为没有分寸感 遭到网友质疑 综于挑战把太空中 吴轩仪早上来到 队友朱正廷的房间叫他起床 先是没有敲门 就直接闯进了男生房间 这招二话不说 就开始抖朱正廷的被子 瞬间被清醒的朱正廷 只能尴尬地说 我没穿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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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播出后 吴轩仪瞬间引发了质疑 众多网友表示 无论是谁都不应该 随意进别人房间 随意掀别人被子 相比起吴轩仪当时的热度较低 此时只引起了一段时间的议论 欧阳娜娜则因此遭到了 更多批评以及质疑 综艺潮流合伙人二里 欧阳娜娜没有事先问过陈伟婷 便直接闯进了她的房间 还自然地挑起了首饰 此外她还接连穿了陈伟婷的睡衣 以及范晨晨的衬衫 不过引起最大争议的 还是去滑雪的时候 欧阳娜娜从刚开始 便一直称呼陈伟婷为爸爸 在陈伟婷无娜提醒她 你可以叫我哥哥吗 之后她仍旧没有改变叫法 还对陈伟婷撒笑地说不行 要知道 爸爸这两个字意义深刻 大部分人都不会乱叫 欧阳娜娜眼里开玩笑的叫法 在观众看来却十分难以接受 这一系列行为 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陈伟婷可谓是女性眼里的香伯伯了 除了欧阳娜娜 小S也曾不断调戏她 风味节目中 小S卸着给陈伟婷 涂抹防晒霜的理由 可以舒适把陈伟婷的上半身摸了个遍 连细婷风都在一旁吐槽道 此外小S可谓是 吃男性豆腐第一人 从她出道至今 背起卡油的男性数不胜数 除了摸过李琛的胸肌 陈冠希的腹肌 风德伦的嘴唇 就连刘德华的公主抱 小S也曾经拥有过 不过小S的行为 或许是为了综艺效果 而且也正是因为百无禁忌 人间真实的性格 她才受到了许多粉丝的喜爱 看了这些女性的出格行为 有些可能是无意之举 有些或许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也有一部分行为 确实是失去了分寸感 另外有些女性单方面撩人 也有些双方都乐在其中 最后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单方面还是双箭头 保持距离 都是公众人物应该恪守的准则 下面将门 你们如何看待 一人失去分寸感的行为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类似行为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紫尾尼带来 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